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8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update最新最快的時事 這一節我想跟大家 講一節就是內地的情況 由於 受到大量的黃標襲擊 我們的字眼也要很小心 這個 叫做內地的情況 盡量避免那些字眼 大家都很清楚 上海發生甚麼事 這個叫做內地大爆發 每一個地方 都傳出大爆發的消息 北京 更加可以用徹底淪陷來形容 昨天 我們英國的晚上時間 跟大家做了一節 即是這個18日較早時間的節目 跟大家講述這個 香港的未來計劃 這個事實上 不只是單單是香港的未來 這個甚至乎 是中國大陸的未來 因為我們說 中國大陸 現在其實面對的是動盪 不安 而他這個 習近平政權 的確是有倒台的風險 是不是能夠立即中共倒台 我們是抱有疑問 但是 無論是甚麼情況也好 只是 習近平倒台或失勢的話 或者遭遇政變的話 這個也會為中國大陸帶來非常動盪的政局 而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看到這樣的身影了 正正好像 俄羅斯打烏克蘭一樣 普京政權 急急可危 所以 我們很多人 其實真的不只是我們的想法 遲些我們可能 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將大家的想法 都說出來 使得大家覺得 原來不是真的 只有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聲音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做這個節目 所以 最主要是聽到主持人的聲音 我們遲些也會 給多些不同的人 繼續發聲 事實上我們也收到很大的鼓舞 因為他們 說的話 他們的意志的堅定 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鬥志 不只是看他們的外表 大家可能 外表看起來也是 普通的平民 但是他們說的話 的而且確 是令我想起烏克蘭的情況 烏克蘭就是最普通的人 他也跟你說我願意拿起一支槍 這件事正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意志 就是會互相鼓勵 我相信 這件事 是一個很重要的能量 台灣的曹興誠聯電的董事長 他是一個 家財萬貫的人 是一個富翁 有 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的社會地位 非常之多的家財 這樣的人 他也願意穿著避彈衣 出來挺身而出 出來要 為台灣 制止這個共匪的暴行 既然有這樣的身份的人都願意出來做 大家不要看低自己 也不要 再去阻閃右臂 簡單來說 真的沒有藉口 你一定需要對著中共的侵略 對著中共邪惡暴行 一定要挺身而出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上海的情況 現在中國內地每一個大城市 都可以用淪陷來形容 所以 單是不說政治局勢 習近平的形勢 本身中國內地 現在這一刻 都可以說是自生自滅 情況是大亂 好了 上海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上海繼續爆禍 北京淪陷 上海相同情況 上海怎樣可以體現到這件事呢 上海 有大量的網民投訴 說根本沒有辦法叫到食物回來 叫完外賣 根本沒有任何人去接單 意味著甚麼呢 首先第一 食品的價格 大幅上漲 本身外面 不是沒有疫情的 是有病情的 大量的人也繼續不願意走上街 很害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感染這個變種 而中國內地 也盛存著 讓Omicron 更具殺傷力的變種出現 因此世界各國也立即將中國大陸封鎖 在這樣的情況 中國內地可以用納納亂來形容 你看看香港那群人在做甚麼 想著要發國爛財 想著要通關 要做國內人生意 這一群 真是 相當之人渣 還在想怎樣通關 要做自由行 所以各位 到最後 你真是看看 你猜這群人真是想 照顧中國大陸 你猜他們這群人 心目中真是 有中國大陸在背後 真是關心中國內地人民 出來叫你不要罵內地的遊客 其實 他們心目中是看著內地人 河包裏面的人民幣 這件事是很重要 內地人一定要認知 香港 贊成通關那些人 叫你不要罵遊客那些人 心目中 只有內地人 河包裏面的人民幣 一直以來被中共的喉舌宣傳 製造成為香港人 歧視內地人 實際上 這一群 想做中國內地生意的人 絕對不是心系祖國 更加 心目中沒有內地人民 更加他們只是想做法國爛財 中國大陸現在裏面的情況可以用水深火熱來形容 只是 叫食物買外賣 也完全 沒有人接單 原因很簡單 所有店鋪 所有外賣員 全都養了 既然大家都養了 還怎麼能夠送外賣 怎麼能夠繼續營業呢 單是一個外賣 的系統崩潰 已經 足夠反映 上海現在的情況 中共忽然之間放鬆防疫管制 不需要民眾進行 大規模高密集的核酸檢測 這種忽然轉向 令到內地感染 的數字不斷上升 中國內地 在這個時候也取消公告疫情數字 這樣的情況 怎麼不能夠用自生自滅來形容呢 上海一個網友在18日 即是星期日 今天發貼文 說 覺得旁邊的鄰居身體不適 後來就讓了 發現 他晚上發燒 然後就讓了 好了 就是他也不敢亂出門口 到底整座大廈有多少人讓了 都沒有人知道 這個 最恐慌的情況就是出現 也可以用危機四伏來形容 也有內地的 上海網民說 叫了外賣 也完全沒有人接單 也有人發現 是不是外賣小哥 全部淪陷了 後來發現 無論是 不斷地把運費增加 就是無論如何都沒有人接單 這個可以說 是上海外賣全軍覆沒 也有網民留言說 上海疫情又來了 一個 快遞員是洋了 跟著 幾個小區的快遞員通通 都頂不住 似乎 是要屯滅了 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落差呢 就是現在 雖然不是說 完全中斷了外賣的服務 但是 跟之前比 搶單的情況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是不相同 所以單是從一個外賣接單的情況 已經可以感受到內地的疫情大爆發的情況 早前世衛的防疫專家也揭露 中國大陸 一直隱瞞疫情的真相 他們有絕對的理由相信 北京在決定要徹底解封之前 根本就已經知道疫情大爆發 他們也是 非常之 絕劣地在180度轉彎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將過去 壓住下去的防疫公信力 可以說是徹底一鋪清袋 內地人不會再 對中國大陸官方關於防疫公告 的所有內容 會有任何的信任 現在中國內地可以用納納亂來形容 同一時間 也 北京根據最新流傳的影片 繼續有人示威 在 馬路上的橋上 然後 在馬路上的汽車也是響應 不斷鳴笛 不斷響號 呼應 這些示威行為 我們無法斷定影片的時間 不過 可以斷定的那裏一定是北京 換句話說 就算這個 片段不是真是最新的片段 你也可以知道 這個深層次 的反抗意識已經在北京的人民心目中出現了 實際上絕對不會因為 過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就會讓這種反抗情緒 徹底熄滋滅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真是繼續密切留意 我們 最好盡量做好準備 不是開玩笑的 中國共產黨 真的無論如何 都不應該放過 就算大家 想不想光復香港 是不是香港人也好 我認為這件事 是真的變得很重要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